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财源广进 台北股之间震荡比较大了 不过到收盘的时候呢 其实表现还不错 因为留了蛮长的一个下影线 但是呢最近的震荡盘局 到底这个盘我们现在怎么做 因为你现在的操作关系到 2月5号封关嘛 我们大家这样算不到两个礼拜 因为今天已经过了一天了 但是你现在在封关之后的盘势呢 也关系着你现在的操作 所以呢待会呢 我们会把整个盘势讲解 然后甚至于呢 个股操作的策略也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势 今天整个指数 早盘最低跌246点 然后呢到收盘的时候呢 跌72点 就是说台北股市间差不多留了150点的下影线 好那各位 你会发现到啊 台股今天的走势跟上个礼拜的状况 好像差不了多少 因为都是台积电在压盘 台积电上礼拜五跌 让指数呢出现下跌 那今天台积电呢到收盘跌了16块 那你就说 光是台积电的跌势 那造成台北股市啊 今天最起码 差不多应该就有160 170点左右的下跌 可到中场的时候呢 台北股市只有跌72点 对不对 那可见的呢 台北股市间的表现还算不错了 那甚至于呢 因为这几天又受到那个什么 肺炎的影响 那到底未来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但问题是市场 多少都会受到一些干扰 可是问题是在封关前 这个盘现在要怎么去看 各位你去看哦 不管你台北股市啊 台积电涨获点 到现在为止哦 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来看 这一个多礼拜 指数虽然有创新高了 可是又跌下来 所以呢台股现在大部分事实上 就比较偏区间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 你想想看哦 上个礼拜我就有跟各位分析过了 你现在所有的操作 这样面临到不只是封关 甚至于封关之后的台股的 二月下旬的走势呢 都跟你现在的操作是息息相关 所以呢到底是不是应该爆股过年 到底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应该 拼命去买股票 其实你要去看什么 未来的走势他怎么去走 好各位你仔细看 这张图是1月20号就上个礼拜 好没有跟各位分析 我说就算你台积电啊 他是创新高 可是我还是把这个盘看作一个区间 好因为当你台积电上个礼拜 在创新高的时候 他造成说其他股票都不涨 那你在这个结构上面是不太健康 就算今天台北股市留下引线 好那各位你会发现到 台积电今天是下跌 对不对 那今天指数留下引线是谁流出来的 你看是金融股 你看到今天金融股是在撑盘 对不对 可是你就会发现最近的盘好奇怪 指数跌不太下去 台积电涨其他股票底 问题是台积电大致上了 因为说散户90%以上 几乎都没有 那今天台积电跌呢 指数留下引线 可是呢你是金融股在撑盘 问题是金融股呢 会买金融股的散户啊 比买台积电还要省 所以呢到底这个盘现在怎么做 好各位我就跟他讲啊 台股这一段我们就先把它看区间 对不对 那这个区间盘呢到现在为止啊 它就是维持一个区间走势嘛 但是这个区间你现在这个时间里 你不能把它看空 为什么 涨多了啊 稍微有点震荡 稍微有点整理 这是合理的 可是呢 等到新春开盘之后 也就是说2月下旬的时候啊 将会是多空的关键 为什么它是多空关键 各位你注意看啊 我1月20号的时候我跟大家讲 这里先走区间 那时候的月线成本在这个位置区嘛 对不对 好那你注意看啊 现在的月线成本从这里 已经跑到这里嘛 啊问题是 未来快两个礼拜就要封关了 2月5号的封关日 它的月线会跑到这里 也就是说它会跑到这个地方啊 对不对 好那你注意看啊 这一路以来月线它都会上移 所以呢月线往上走 这没什么问题 好可是重点来了 当你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去走区间的时候 那你来到2月份啊 就新春开盘之后 你台北股市到底是攻 还是会破月线 它会面临到一个重要的抉择的关键点 那到底我要怎么去研判 台北股市来到2月17号 就2月下旬之后 台股这样的区间盘 到时候是继续攻 还是会破月线 好这要从什么 筹码的角度去分析 什么叫筹码的角度去分析 如果你有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我记得在12月中的时候 当时台北股市 涨多了嘛 11月份 美国总统大选 那时候就先涨了 对不对 来到12月份的时候 很多人说这里应该是 有盘头的机会 很多人跟你讲这里是空头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 你这个多头要怎么去结束 依照过去历史来看 通常会有喷出的行情 所以我12月中告诉各位说 1月份台股会走喷出 但是什么叫做喷出呢 它的目的在哪里 第一个加速赶定 那再来呢 它本身是走的是一个 轲空行情 但是轲空行情里面 伴随着又多 好我们注意看 到现在为止呢 轲空行情就不用讲了 因为这批的空单 都一路在补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台北股市 应该走区间 可是呢 它本身也伴随着又多 你看多单都没退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台北股市呢 到2月下旬的时候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那你有没有想到过 如果这时间点 你拼命去追股票的 到时候你融资 会不会买在高档区 对不对 当问题是 那到底2月份下旬的走势 我要怎么研判 那各位我今天的测标 我把外资的仓位 我把它写上去 未来在封关之前这一段 只要外资的仓位 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都会写上去 因为我要提醒你 好为什么 你注意看 上个礼拜是期货结算 对不对 外资当时在结算之前 它的仓位最高是来到29982 你上礼拜才结算 然后从上礼拜四礼拜五 到今天礼拜一才三天 那你接下来 已经开始在做 2月份的期货的仓位 对吧 好那各位 你想想看 今天那杯股是留下影线 结果到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把这样子看 外资期货的仓位 是来到27551 看起来离那个29982 还有点点小小距离 对不对 可是今天外资期货的仓位 他又增加了空单1572口 那你把它加起来 现在外资期货的仓位 已经来到多少 2万9 那跟上个礼拜29982 差不了多少 只差几百口而已 对不对 好那各位 你仔细看 过去这几年以来 外资期货的仓位 曾经在2014年 这个时间点 大致上 它若在10月份左右的时候 它最低是负的3.3万口 那你现在外资期货的仓位 已经来到负的2.9万口 对不对 好那各位 那你想想看 2月17号新春开盘的时候 就是期货结算日 那如果在这段期间里面 外资期货的仓位 已经占上3万口 甚至于突破之前最高的3.3万口 那你想想看 2月17号新春开盘的那一天 台股未必开红盘 如果外资期货的仓位太重 就是说它的空单太多的话 因为它在做避险 因为我们中间大致上 有十几个交易日 我们是休假的 对不对 如果外资在这地方 是做积极的避险 那头顿你想想看 我说2月大概中下旬的时候 是多空的关键 那到时候台北股市 因为你月线上移 这边走区间 到时候是破月线的话 那我跟你讲 这个多头 它会有修正的空间 那如果是这样的走 那我问你 这个时间你股票要买一堆吗 你稍微想一下 因为我们所有的操作 都是看未来 如果说我今天只是看图说故事 涨时说涨跌时说跌 我想这分析对你没什么帮助 那从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在跟各位讲 未来的盘 它应该会怎么去走 如果说你能够去研判 你就能够去了解 这个时间点你要怎么做 所以近期我有跟各位讲过 我就说这个地方 因为台股元月份是走喷出 那这个喷出除了嘎空之外 它本身还伴随优多 所以我最近一直跟他讲 现在多单都不会退 融资都不会退 所以你不要把你的成本 越电越高 如果越电越高的话 那你要特别注意 有些个股如果你是追到高点 到时候如果指数一出现震荡 我跟你讲你是被迫爆股过年 被迫爆股过年 到了过完年之后的新春开盘 搞不好这个盘会有压力在 那对你而言一点帮助都没有 如果说这一点你从今天的盘式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 你看有些个股 你看礼拜五 今天是不是大点 这种股票不是只有一档两档 你看很多个股都这样 所以这个时间点要特别注意 个股的操作 关于个股的操作该怎么做 待会我再来跟大家做解说 但是指数的部分 我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说你今天跟着我们操作 我一定会把你的风险压最低 但是该获利的我们尽量去获利 所以我们是以当冲为主 很多人做期货呢 通常做到最后呢都毕业了 真的啊 搞不好一个闪失就毕业了 把你辛苦赚来的钱都没有 所以我说 我一定会帮你的风险缩小 我不凹单 但是呢 我会尽量去帮你累积获利了 那我是要做赢 我不是要做吃鸡 那我的目标是 我给我自己的目标了 我累积一口单 我希望在一个月 有四到五百点的目标 那你会发现啊 其实这大半年以来 你跟着我做 我们真的就照那个目标去做 你看哦 当初的七月份 我累积610点 八月份累积570 九月份呢 我累积920点 十月份累积608 十一月份累积628 十二月份累积686 这些累积出来的获利啊 就算你减掉我损失的 再怎么样都有四五百点以上 所以我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做 但是呢 来到一月份的时候 整个市场啊 它结构上面不太对 就是说 它专门去靠 全职的个股去撑盘 但是其他的个股在跌嘛 所以呢 常常会造成 整个盘中的筹码面 它不是很真实 所以呢 再加上一月份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快势很快啦 我就说 涨的时候很快 跌的时候也很快 如果你没有提早去设价 你几乎做不太到 但是呢 你提早去设价 你那个价位要设得很好 如果说你稍微 设的位置 比较不漂亮的话 搞不好就停损出去了 所以呢 在整个一月份 我是蛮稳定 甚至于蛮 小心的去做这个盘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整个一月份 最起码都还有累积两百多点 所以你今天跟着我们做 我觉得指数的部分 我很仔细 很稳当的去带你操作 所以呢 如果说你在指数的部分 没有办法掌握到 整个盘面的脉动的话 尤其像今天的盘式 跌的时候好快 涨的时候也很快 像我们今天设价都没有做到 没做到就算了 我说我要做影 我们在那边做刺激 所以我们会稳稳当当的操作 所以如果说在指数的部分 你没有办法去掌握盘面的脉动 然后一整个月下来 做到最后都是输的 那干脆就不要做 对不对 但是我说我会朝着我的目标 一口单一个月 我希望能够达到 四五百点的目标 所以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我建议你封关倒数 全面 50%再加1 今天这个优惠 欢迎你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但是个股的操作该怎么做 待会回来 我再跟你讲 到底封关前 剩不到两个礼拜要封关 那如果说照我刚所说的 外资的空单已经来到2.9万口 那如果说它又持续增加的话 那搞不好 2月10日要新春开盘是期货结算 那到时候有压力的话 那这里乱买股票 会套在上面 那到底个股该怎么做 待会来跟大家做解说 好吧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投顾 全面50%再加1全面50%再加1 苏果专线02-2781-0909-2781-0909 欢迎到现场 台北股市间震荡比较大 不过收盘的时候 其实台股算强的 因为台积电在压盘 然后又有肺炎的影响 所以指数稍微震荡大一点 算合理 不过台股今天收的还不错 因为只有跌72点 当然我刚好跟各位讲过 最近的盘很奇怪 一下拉台积电 然后去做撑盘 那台积电在跌的时候 台北股市 今天又靠金融去做撑盘 对不对 但问题是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 或者是金融股也好 很多人都没有 很多人都没有 那现在到底 个股的操作该怎么做 我刚好跟各位提示过 这两个礼拜 要特别注意外资期货的仓位 因为这关系到 整个2月17号新春开盘的时候 你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继续攻 还是说台股会有压力 因为最近这一段走势里面 我说先把它看区间 但来到2月5号之后 整个月线成本一上来之后 它慢慢的就来到 来到一个高档的位置区 如果你台北股市再不攻 你后面会破月线 那到底会不会破月线 我刚好跟他讲 看一下外资期货仓位 到上礼拜 是27551 那今天又增加了1572 来到2.9万口 那这2.9万口呢 跟上个礼拜29982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所以如果说外资期货的仓位 负的太多 可能个股的部分 就要注意一下 不要抱一堆股票过你 那尤其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 这个喷出的行情 它除了嘎空之外 还是又多 那你现在整个市场上面 你融资也都不退 那代表说很多人 都在这边一直买 那当然如果说上的趋势最好 但外资如果空单太多的话 我觉得这个牌应该会有压力 所以你要留意什么 高低位阶会有多空之分 那当然你股票是要买在这里 去看他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比较好 还是买在这里 买在低档 然后看他的门场上来比较好 我跟你讲 会涨都好了 但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面临到封关 还有很长的时间 这个地方 台股市跟国际股市脱轨 所以这个时间点 所有的操作 面临到是整个新春开红盘之后 未来应该是说第一季 你有没有机会继续再赚 像今天这个整个盘市 你就会发现到 指数表现不错了 到收盘留了150点左右的下影线 可是我刚刚跟他讲 今天的盘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上个礼拜五 强失的股票 今天都一根长黑下来 有没有 如果你去追的到今天为止 你讨不到便宜啊 你看啊 这个股是不是一样 礼拜五你去追的 今天怎么讨得到便宜 结果就打下来 白马一场 这个股还蛮多的 有没有 都出现这样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 你注意天后 如果说你过度的去追高 有些个股 你千万不要让它破线 如果至于破线的话 会发生什么现象 你再仔细看 比方说红数 最近的走势 涨上来你再去追的 到现在为止破约线 这上面已经开始有出现套牢筹码 你再仔细看 金像光是不是上面已经出现套牢筹码 对不对 你这一段你去追的嘛 要不要逃到便宜啊 你看MOSFI的大宗 这一段走势也是一样嘛 都跌下来嘛 如果再多跌一点 会发生什么现象 你注意看哦 有些股票会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前面高档你去追 追追之后一破线 破线之后呢 它就开始一路顶 有没有 穆德也是一样 你看中打 是不是也是一样 你看那个神盾 是不是一样 可是问题是你台北股是没有跌 可是为什么有些个股呢 到这个时间点呢 反而是一路顶 所以呢 有些股票本身的位阶 如果太高的话 我是建议你不要去追 但是呢 你要怎么去掌握低位阶的个股 我这种跟他讲 金每一档个股 他都有他的价值在 如果说他本身的价值 价值是低估的 你买在低档 你不用担心啊 他一定会还他公道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档个股 你一定都知道 因为我在1月 差不多中旬左右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们会员去买亚诺法 当初我跟他说 亚诺法有低点 你就去买一点吧 为什么 你看最近的肺炎 我不知道他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从今天盘面里面来看 金融股在撑盘嘛 生技股涨最多 很合理啊 对不对 但是生技的个股 我不是叫你乱买哦 去年3月份 整个台股也受到肺炎的影响 但是问题是那时候跌下来说 位阶在位阶很低啊 从去年3月份 整个指数一涨起来 到现在为止位阶过高了 所以现在整个位阶的位置 他不一样 但是呢 当初我跟各位讲的是 生技的个股 我们做的是什么 跟疫苗有关嘛 比方说泰福 一个波段最起码六成 比方说智勤 35% 比方说什么 台康生 超过九成 对不对 好 那这是去年 我们针对疫苗的个股 我们去做操作 但是今年呢 受到整个 疫情的影响 我说我不知道 他未来怎么样 但是当时我有跟各位讲 为什么跟你讲 亚诺法 前年赚0.05元而已啊 到去年的时候呢 他的获利是前一年的八倍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 他本身做的是什么 跟快筛有关嘛 对不对 我就说我现在去抓了什么 是快筛的个股 所以呢 低档型的个股 那时候进场 建议你进场去买 我说有低点你买一点吧 你不会吃亏啊 对吧 你看哦 总比这类型的个股 你后面去追啊 一追下来你看 追到最后呢 一根黑棒下来 总比你后面去追啊 追到后面呢 一根黑棒下来 结果套在上面 所以呢 有些好的股票 你低档买 他后面股价会还他公道 好 再举个例子来说 之前我跟各位讲过这一档个股 自身 从去年四月份 他一直在做一个收敛三角形 我说这波动越来越小 要注意他攻击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他本应比只有十倍啊 很多那种低位阶的个股 他本身的基本面 有这样的价值 所以我说会还他公道 结果你看 一月中 一根黑棒是不是起来 对吧 因为他开始攻了 这一攻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 哎 创新高 结果到今天呢 还是在创新高 问题是你在低档 你进场去买 你到现在为止 你都还一直在获利当中 那像这种低档买进 能够攻上来的股票 我们的做法都是这样 因为快封关了嘛 我说我们持股不会太多 那我会帮你精简持股 但是呢我要买的股票 我一定是在低档买 对不对 比方说你看 当初跟你讲的康普 低档买完两只涨停满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我有买有卖嘛 那你想想看呢 最近的盘势 指数没有跌嘛 可是问题是 当你在拉台积电 很多个股都拉回了 所以如果说你低档没买 你后面再来追的 我跟你讲到现在为止 你讨不到便宜啊 对吧 所以股票怎么做 不是先买低档吗 低买高卖吗 大家都会知道 大家都知道都要这样做 可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但是你今天跟着我们操作呢 我会帮你去掌握 个股本身的位阶跟它的价值 举例来说 你看周阳光 低档有买 涨停之后创新高 拉高我们就慢 到现在为止你看 低档买完 拉高卖 如果说你 等到拉高你再去追的 你现在还是等几套啊 所以你要怎么做 很多好的股票 先提早布局 比方说中沙买 那时候也是低档买完之后 再创新高 结果这类型的个股 你看 如果你高点不卖 你到现在为止呢 白忙一场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间里 为什么持股会越来越多 就是说 因为看到涨什么 你就去追什么 当你追到高点的时候 被套牢没办法了 怎么办就只好爆股过你 甚至有些个股当你去追的时候呢 就像看到高点你没卖 结果又跌下来 又白忙一场 所以说个股的操作 跟未来的走势是有关 如果这个盘 它未来走势是持续在走攻击盘 那当然你现在拼命买没关系 问题是后面的盘是有它的变数在 所以我跟他说嘛 这个时间点你要特别留意 手上的持股不要越买越多 甚至于呢 不要一直去把你的成本越垫越高 如果说到这个时间 你的持股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处理的 到底可不可以爆股过年的 同学们 这个时间点就要开始想 不要等到最后几天 你在想说我可不可以爆股过年 很多个股会来不及 所以掌握不到这些操作的 欢迎各位跟着一起来 不管是股票或期货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全面50%再加1 欢迎你来电咨询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